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这几位皇帝把暴君这一次展现的淋淋尽致 奇葩的嗜好 好色 疯癫 残忍 无情 好杀人都让人匪夷所思啊 这可能真的是他们老高家遗传基因出问题吧 北齐六位皇帝只有第二任皇帝高音还算是正常人 最后一任皇帝也只有八岁的娃娃 而其他四位则都是凶暴淫虐之人 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啊 那我们今天就说一下北齐的太上皇高战 高战是一位狠角色 他在位的时候就宠气坚定 整个朝政混乱 社会动荡不安 把哥哥刚刚治理像样子的国家又整垮了 也是北齐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高战的荒淫之处 简直是你想象不到的 杀害新侄子 新侄子高音 本是北齐的第二位皇帝 为仁聪 明 可成大事者 但是因为力量过于薄弱 最终败给了两位叔叔 但是二位叔叔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杀了他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的哥哥第三任皇帝高炎死的时候 才被扑把皇位给了高战 很想让弟弟放过自己孩子的高炎 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弟弟也没有放过他的孩子 最终将高炎的儿子高百年杀死 而且高炎还杀了自己的另外两个侄子 展开全文逼将皇嫂高炎继位后 逼迫自己的皇嫂里堵了与自己通奸 李氏不从 就拿李氏的孩子 自己的亲侄子作为条件 最终逼迫李氏屈服自己 后来李氏怀孕生下一女 但是李氏最终将孩子杀死 被高炎知道后 不但杀了李氏的孩子 还将李氏脱光衣服后抱打一顿 然后装进袋子 扔到水沟里 最终李氏出家为泥 而且高炎还霸占了李氏 都为境地之嫔妃 王氏 哥哥高阳之嫔妃 藤乐女及任响女 皆高阳为策立之妃 皆立为夫人 古代虽为一夫多妻 但非夺人之妻而行淫乱 而不分人伦辈分 但是在北齐却屡屡可见 饮酒作乱 不离朝政高炎本身就有气喘病 这种病不适合饮酒 一饮酒就会发作 但是高炎却偏偏喜欢酒 不顾病情的饮酒 甚至有一次饮酒发病 导致自己情不自禁流着眼泪 然后却说不出话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事情都是交给自己的亲信去做 导致朝政荒废 后宫迷乱高湛的皇后胡皇后 也是淫乱之人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就跟高湛的宠臣和士开有一腿 和士开是高湛最宠信的人 而且和士开精通胡琵琶 十分受高湛喜欢 甚至夸他为世间的神仙 即使和士开跟胡皇后有一腿 但是高湛并不在意 后来和士开死后 胡皇后甚至和一群和尚鬼混 而在高湛死的时候 胡皇后还一边受丧 一边物色长了标志之人 真是一边哭丧 一边与其他男子享受人 生 高湛的最终才感觉做皇帝太累 于是听信大臣建议 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高伟 自己坐上了太上皇 而他也奔着自己的座幽名 人生得意虚近欢的美好生活出发了 虽然高湛在政绩上 对于人才的提拔 本国的叛乱和抵御北周的进攻上 都做出努力 但是 他的人生中因他自己的胡作非为 将自己的年龄 仅仅定格在了32岁 可以说是因为酒色过度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高湛仅仅是北齐的代表性的皇帝 他的所作所为 也仅仅是北齐皇帝荒诞淫乱的一部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